杜树瑞颱風登陸後 南台灣天氣極不穩定 風雨交加的同時 高雄市區除了陸續傳輸樹倒災情外 也發生有汽車駕駛在行進漁港時 因為大雨影響造成事件不佳導致落海 所信海巡隊勤務人員及時發現 並跳入水中 擊破落水車輛車窗實施救援 本所同人利用港區監控系統 巡查中漁漁港港區動態時 發現一台銀色轎車落海 隨即下水擊破車窗實施救援 並通報忠義派出所及陵援消防分隊 共同協處 索性救援過程中 男子通過游出車外 游海巡同人脫代至岸上 新陵援消防分隊初步 確認意識清楚 無明顯外傷 後續交由陵援消防分隊 將其男子送至建有1月救治 另外一起事件 則是自小客車在行進高屏西盼時 因為駕駛恍神不慎 而衝入溪水中 由於當時湍急的水勢 駕駛先自行爬上車頂求救 經民眾發現報案後 119救護人員也緊急趕往現場協助 還好虛進一場 獲救民眾也沒有明顯外傷 接獲民眾報案指出 高屏西中有民眾落水 消防局人員立即派遣 8車一挺 15人前往現場救援 抵達現場後初步了解 是民眾不慎開車落水 非溪水暴漲所致 氣象局提醒隨著杜蘇瑞颱風 緩步離開台灣本島 但外圍環流所帶來的強勁風雨 絕對不可小觸 後續仍有今年第6號輕度颱風卡弩 已經在台灣東部太平洋地區行程 至於是否會直撲台灣而來 還有待後續觀察 記者李佳龍高雄報導